拥有爱已经感到很幸福 在分开的时候才会知道 曾拥有爱已经感到很幸福 我想你 感觉空气里有你 我想你 偏变的苍蝇变得像你 有你 酸甜苦辣也熬过去 人虽然分开 心还在一起 六点半 街心花园陪大妈练拳 八点 去朱家做小工 十点 酒吧劳动 十一点 超市工作 时间不早了 不早了 谁呀 迟不来 早不来 喂 谁呀 佳萱表哥 是你吗 你在哪呢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你不是说我就等一个星期吗 我都等了好几个星期了 还有几天啊 你还没凑够钱还给他们订金呢 那你什么时候能够够啊 你会努力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是 哦 我会的 哎 贾学表哥 你在哪呢 这是什么事啊 这是 早事 我怎么听得像打麻将啊 哦哦哦 我知道 你就放心吧 表哥 哎 再见啊 你一直在内心 你还没想到 说什么 我必须用 人家 谁 两个星期 到最后 一 何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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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 那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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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四 三 二 三 四 四 二 三 四 徐姨爷 徐姨爷 喂 你说好六点半 你怎么现在才到啊 大伙都等着你的音乐呢 才五分钟 五分钟不是时间呢 一寸光斤 一寸斤 寸斤难买寸光斤 你瞧我们这么大岁数 都在这儿等着你 你还不慌不忙地晃晃悠悠 你还好意思说这种坏子 江海怜啊 你可别忘了 你现在是你表哥的替罪羊 你的那个表哥欧阳嘉勋 可是欠着我们心不坚 大家伙一屁股债 他还不了钱 你就得听我们拆钱 对 我们说一是一 说二是二 叫你六点半来 你就不能六点三十五 就是 让你为我们打工 已经就便宜你了 你还敢耍滑头 大妈妈放心 从明儿起 我绝对不迟到一分钟 江海琳娜 你记住啊 你前天在这儿努力干活还债 你表哥的钱一天还不上 你就别指望的离开这儿 你表哥还欠我们大笔订金呢 对 你要是跑了 我们就把你表哥揪回来 到那时候可就没这么轻松了 对啊 我们就会告他恶意炒作 侵吞财产 还有 还有 负债累累 阴谋诈骗 总而言之 我表哥现在是幸福街的人民公敌 我必须老老实实替他赎罪 夹着尾巴做人 满足大家的一切合理要求 不合理就不满足了 当然 不会了 你们的要求都合理 要是做不好呢 做不好你就把我表哥告到坐牢为止 这行了吧 我们当然不会这么对待他了 把他赶尽杀绝不留余地 但是 你的表现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你表哥的决定 江海琳啊 你一定要在这踏踏实实好好的做人 如果现在你连按时都做不到 我也没什么好多说的了 徐姨 我不就迟到了五分钟吗 你说什么 好了好了好了 大妈们 大家在我的身上浪费的时间已经够多了 大家现在还是开始练拳吧 我当拳吧 好 好 你们有什么招数 尽量往我身上使 千万别留情 千万要使劲打 就不这样 好 练 站好了 这不是小海琳吗 吃什么呢 这么香 柔鱼 这时候可不早了 你瞧瞧 八点钟咱们准时见 赶紧去吃 多吃点 还有就是干活 我说 那个我们家这个马桶堵了 你得给通一通 你可别往上戴土套啊 那得用手套 你看看你看看 你看看 这怎么了 你说干活 你装病是不是 完了 吃吧吃吧 很倒霉了 喝凉水都塞牙了 吃 lotta 怎么来啊 好好掃 掏通了 那马桶 razör sheng 是她噶 他怎么着啊 把血移数 officially 安娇 她现在下跌是谁 你要有他一半那就不错了 就是嘛 可惜啊 迦洛哥去了西藏做文物研究 不然呢 我还能有个粮食一友呢 迦洛哥那人可真够意思 花钱带我到处玩 我那几个哥们可羡慕我了 我说海灵哥 你能不能发扬和继承你表哥的光荣传统 也给我做这榜样 你海灵哥哥是那个家宣的替罪羊 他哪有钱带你去玩了 一屁股债呢 你不倒贴就算不错了 我说赶紧掏去啊 干我拉别的事呢 你不要怕脏不要怕累呢 实际掏掏 王李先生王李先生 王李先生呢 你怎么赌的 我告诉你 你千万别告诉我妈 这肥皂是我不小心给掉下去的 嫌脏没把力气拿出来 现在麻烦了 赌上了 肥皂太大一时半会化不了 有努力啊 这臭海灵别落在我手上 江海灵 把这擦干净啊 我去趟超市 回来我可要检查的 快走 好好复习功课啊 带手妈就回来 听见没 知道了妈 都怪你的家伙多事 催我做什么倒霉作业 我身平最恨人家逼我了 现在好了 对你们这么一逼 你们一催 我什么都做不出来了 你说怎么办呢 你作业做不出来 关我什么事 当然关你是了 我做作业啊 通常都是在自觉自愿的情况下做 才最有效果 可现在被你们这么一逼一催 脑子里面就一片空白 感觉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所以什么题目都做不出来 你说你不负责谁负责 你这是什么歪理 你就别管什么歪理不歪理的了 反正我作业做不出 你就得负责 我怎么负责 当然是乖乖的帮我把作业做完了 我帮你写作业 你别逗了 你不用紧张 我这些题目都是很简单的 我不难 你要搞清楚 我不是怕这个题目很难呢 我是怕害了你 这可是帮我老大 我今天能帮你 我不能天天帮你啊 那不要紧那不要紧 就就急嘛 我这些作业明天就得交的 你不帮我我可就死定了 你知不知道我妈生平最听谁的话 听谁的话 听我的话 哪有怎么样 你如果不帮我做作业的话 我就告诉我妈 你趁她不在家 偷睡懒觉 还偷偷地吃我们的蛋糕 喂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呢 我呢 可以随时改变我妈对你的态度 听说我妈生平最恨的就是 欠她钱还还不上的那种人 对 就是你表哥嘉宣 现在呢 你是你表哥压在我们幸福街的人质 那只能说你运气很不好 如果你能在我们家老老实实地做事呢 也就罢了 又是偷吃 又是偷懒 我怕你不好交代 如果你能够帮我把作业做完 那就不一定了 不就是做作业吗 起道题吗 简单 海铃哥哥帮你做 来 咱们屋里去 好 走吧 海铃哥 喝杯水 喝杯水 辛苦了 辛苦了 不会吧 都做了一个小时了 你也不会做 你不是说你高中毕业吗 这文凭是不是真的呀 喂 这跟文凭是没有关系的啊 这个题 它的确是有难度 你看 这个火车的时速是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 车长一千米 喂 通过一个四公里的铁桥到底需要多少分钟 这初中的课本就出现这么复杂的题 是得减负 我觉得这么难的题对你们就不合适吗 就是吗 海铃哥 虽然我们办了有一大批同学 能够把它做出来 可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学觉得有困难的 比如说我吧 也不是不用工 谁叫他现在座椅那么多 又这么难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做呀 有 有同学能做出来啊 嗯 那那你就应该跟他们打电话 问问 不行不行不行 我和那些沉寂好同学走得不是很近啊 为什么 我不带他们出去玩呗 那那就复杂了 你去找他 呼唤 你去找他 哪有 我呢 那些沉寂 回不 快 月 闪白 结婚了 你去找我 铁桑 你去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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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我 喂喂喂 你倒是快一点啊 待会儿还去酒吧帮工呢 我学了很久了 我忘了行不行啊 那你不能去问别人吗 你怎么不去问呢 我又没欠我妈钱 对不起 谢谢少爷 我也有个小小的问题 要请教你 答对了有讲 什么讲 我笨小狗叫逗你开心的 五秒 您有毛病吧 小妹妹 小妹妹 对不起啊 有一个小小的算数题 要请教一下你 火车的时速是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 车长一千米 问 它通过一个四公里的铁桥 到底需要几分钟呢 这么简单问题 有什么好问的 你是不是读补习班的 这么大岁数了 还非这件 真可怜 你说大哥 搞定了没有啊 你看看时间 十点了 我要去酒吧打工了 那我这座业怎么办 我不管 我不能再迟到了 我 我 哎呀 海铃海铃 你可算来了 要可算来了 最近工作可能比较多一些 你也知道 这单单回老家盖房子 还得两个月才能回来 所以啊 你每天早点来 没问题 你欠我的那笔钱 咱们好说 哎呦 小老板 您就甭跟我客气了 有什么事 您尽管吩咐 好 那你先把那杯盘子 酒杯啊 先刷床 好的 然后再把桌子 也都卖一卖 再把地啊 也都扫扫 好嘞 海铃 你看单单这么一走 我这衣服也没人洗了 你也帮我一块洗了 得了 小老板 你这酒吧里 还有什么别的活 我都包了 哎呀 海铃 你看我怎么跟你说呢 我这里啊 现在确实是缺伙计 成民啊 现在考上律师资格证了 有了好工作 我也不能耽误他 人家现在是律师事务所的 高级白领啊 一个月的工资 比我这酒吧 一个月的流水都多 所以 也只有使唤使唤你了 小老板 您千万别把我当外人 啊 我这边干活去了 好 那我这作业怎么办 什么作业啊 小老板 是这样啊 我觉得您这酒吧 天天流水也不少 算术一定很好吧 快乐这有几道数学题 你帮他看看 我给你的活 你怎么赖上帮子哥了啊 数学 让我看看 那这题 火车时速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 火车长约一千米 火车彻底通过一个四公里的铁销 要花几分钟 简单嘛 两分半 这么快 是啊 你们看啊 先算出火车每分钟走两公里 再算出火车行程的距离 一除不就近 得了 可海铃哥算了很久还没算出 哎呀快乐 这种事情你怎么能找海铃呢 她在干什么呢 替身演员 对嘛 这种事情 你应该找我这种 懂生意会计算的人 那我也做过大生意的 啊 成功吗 不晓得将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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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石珠和仙勇看孩子 单单呢 又回老家给他爷爷修房子 超市就算你一人了 是不是绝对点孤单呀 要说孤单呢 还真有那么一点 特别是到了晚上 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 不过还好 单单呢 过一两个月就回来了 哎 主 你怎么不去云南和小杨 他们一起过日子 一家人在一起多好啊 是啊 一家人在一起当然好 可是我从来就没离开过幸福街 你说我都这么大的岁数了 还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才真有点舍不得 就是嘛 人老了都上赶着落叶归根 那么远的地方 你又不习惯了 千万别去啊 所以啊 我在这儿做做超市的生意 有空咱们大伙聊聊天 这日子过得 你们俩任性 就是嘛 你不觉得做生意费劲哪 这么多商品 进进出出的 你哪有劲儿搬了搬去的 诺诺 现成了小工 就是力气小点 没跑几趟就喘上了 对对对 许姨 你把力气虽然小点 可我有耐力啊 这么点小东西 不在话下 还吹呢 江海琳啊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自己力不能及的事啊 就别硬挺着扛 吃这种亏你还没吃够啊 是啊是啊 你明明不会做饭 你昨天在我们家 还说没问题 最后没做好饭 害得我们全家都吃了方便面 还有电器不会修 你也别装内行啊 我们家新买的微波炉 报销了 行行行 我这不是想为大家多辅着物吗 我是好心好意 那也不能会做不会做 都往自己身上来啊 这样成了帮倒忙会坏事的 知道吗 就是嘛 行行 各位大妈 我以后一定注意 不过薛姨 搬东西这种事啊 会做不会做没关系啊 有力气就行啊 你行吗 行 太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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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快来 快来帮我 快来快来 来 来 放这回来 放这回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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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慢点 哎呦 看得帅得不轻啊 走半天了还行呢 我看哪还是送医院吧 不用 他是装的 故意晕过去 以后谁家的工作 他都不用做了 哎 刘姨 咱们这件事不是凶了点的 他毕竟不是欧阳嘉宣啊 他可是欧阳嘉宣在这的代表 替身或者是人质 哎呀 其实那件事 我们也没吃多大亏 小看着孩子也怪可怜的 听说以前还是什么替身演员 哦 那他应该扛摔啊 对 这就是替身的宿命 他现在是欧阳嘉宣的替身 对他严格一点 也是应该的 他好像是真的晕过去了 那你们看 这都还刻破了呢 哎呀 摔破了一点又怎么样 我以前喝醉酒的时候 我经常都这样 等着啊 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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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醒了 我这是在哪啊 我出什么事儿了 你呀 刚才浩墙扛货 不小心睡晕了 又晕了 我还以为在偏场呢 你醒醒吧 这是在幸福界 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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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大家啊 我表哥嘉宣亏欠了大家 我到这儿打工是帮他赎罪的 我没有做好 大家还对我这么好 我非常感动 徐姨 刘姨 萧老板 大妈们 今后你们说什么是什么 你们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我 我一定不怕苦 不怕累 不迟到 不早退 争取做大家的好帮手 其实江海林啊 我一直想问你 你为什么会答应你表哥的要求 来当替罪羊啊 那是因为我表哥救过我的命 我到这儿是来报恩的 再说了 现在正是报恩的好时机啊 为什么会是现在 我这不现在没工作 没替身做 那我表哥就跟我打电话 说这有免费房子啊 那我就来了嘛 来了之后才知道 欠你们一笔小小的订金 我就打工赎罪 我这个人是有恩必报的 那要是有仇呢 有仇就再说了 我就是不知道 我表哥什么时候才回来 他会回来吗 哼哼哼哼哼 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